對於自行車的測試 最主要它會針對各個不同管材連接處 受力的部分做一個震動的測試 我們先透過照片先來幫大家做一下說明 像現在在做什麼樣的測試 這個測試主要是針對頭管的部分 也就是說前叉連接處做一個上下震盪的測試 好 頭管這邊做個測試 它最主要是要測試頭管的強度嗎 對 它防止騎乘中突然斷裂的一個狀況 這個每一個國家對於這個部分都有一定的要求 所以它這個測試最主要它針對頭管會做一些加壓的一個 對 上下震動或是左右扭曲的一個動作 就是單純車架在這邊做測試 是的 好 這個是頭管的一個加壓的一個測試 好 那它這個測試呢 這個是在全負載的狀況 也就是說模擬騎乘的一個狀況 它上面有負載的150公斤 以Cube來講是以150公斤的負重 那從前方撞擊前叉 跟汽車的一個碰撞測試是非常類似 所以自行車有這樣的碰撞測試 就是做一個來回不停的震動 衝撞 所以說這樣子的一個測試 好 剛剛是類似汽車的撞擊測試了 那這個月呢 這邊在做什麼測試 這個部分呢 它是針對避震 後避震的一個系統 做一個多面向的一個扭轉測試 好 這是相當專業 那這個呢 這個部分呢 是針對後跌煞 對車架的固定做一個強度的測試 煞車的部分 對 好 那我們剛剛看到這些測試 它都是分開來做一些測試 也有整個使車的測試 有 好 那我們先來看完這張照片好了 這邊應該是避震系統的測試 對 避震系統連桿的強度測試 好 談到這個多功能的登山車 它的避震系統就是它的重點 相當的重要 Ecube它的避震器來講的話 有什麼特點 Ecube來講它最著名的是一個 DTC的一個系統 Due Trail Control 也就是說我們一般 避震器在作動的時候 不是上往下擠 就是下往上擠 對 以Cube的系統來講 它認為是同時來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能夠讓循跡性更好 好 我們剛剛看到最後一張照片 導播可以再給我們看一下 那個就是一個實車了 是 好 這個實車它要做些什麼測試 這是完全以實車相同的負載 那會模擬地面不平整的一個狀況 下去做十萬公里的一個測試 也就是模擬有人在齊襯的一個感覺了 對 是 那我們這邊不禁想問 像德國有德國的標準 美國有美國的標準 日本跟台灣有我們 有日本台灣的標準 是 這些標準的要求最嚴格的 應該是哪一個國家 以目前來講呢 應該是歐盟的標準 歐盟的標準 算是 蠻嚴苛的 那 在Cube來講呢 它 相對於這些國家的標準 它自己定定它自己內部的一個標準 所以 Cube有自己內定自己的標準 所以你的標準是高還是低呢 這邊要講 我們剛剛講說強度是要往上拉對不對 是 那以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的 市場上的很多品牌的車子 它 一般的標準大概在105到110公斤的負重 好 下去做一個安全性的測試 OK 所以我們剛剛有看到負重的部分的測試 就是105到110公斤 是 好 這是一般的 那以 那以Cube來講呢 它是以150公斤的一個負重 來做測試 好 因為畢竟Cube它是德國廠 那德國很多人高馬大 他們對於這種安全性上的要求 是非常的嚴格 是是是是 所以說以這樣子一個高標準 來生產出來的自行車 也能夠希望帶給所有的使用者 能夠有一個安全齊襯的一個好工具 好的運動的工具 我們先進段廣告囉 待會就來看看實車 它到底長得什麼樣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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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們 字幕 李宗盛